7月17日,有网友爆料贾乃亮和他母亲,在老家哈尔滨现身买豪宅,但全程不见李小路身影,并透露豪宅的室内装修,看着像是独居状态。 这次贾乃亮看房照被曝光后,有人猜测他这个行为,可能是为了和李小路分居而做的准备,更有网友觉得这个豪宅是贾乃亮给女助理买的。 网友爆料当天,贾乃亮一身黑衣装扮,简单又酷气,让妈妈的穿着也是简单又朴素。 母子二人和工作人员的交谈画面显得很温馨和谐,贾乃亮也露出灿烂的笑容,看起来心情很好。 贾乃亮和妈妈看房贾乃亮与工作人员合影时,一手搭在身旁人的肩膀上,亲切感十足。 贾乃亮与工作人员合影,因之前女助理的点赞事件,细心网友却深巴了两人关系,觉得贾乃亮和女助理过于亲密。 之后就有贾乃亮为了治疗情商,恋上女助理的传闻所出,看房照报出后,一时之间,就有了贾乃亮买房为了女助理的传言。 7月18日,针对网络上的传言,贾乃亮的堂姐亲自做出了回应,诽谋造谣,必要的话会采取法律手段。 随后,就有网友翻出,一则早期贾乃亮母亲接受采访的视频。 节目中,贾乃亮妈妈通过视频,向正在录制节目的贾乃亮表白。 亮妈妈表示,贾乃亮通过自己多年的奋斗,在北京有了一套处于自己的房子。 在家人为她感到高兴快乐的时候,贾乃亮却毅然决然地决定,把这套房子卖掉,只因为她想多存点钱,在老家哈尔滨给自己的父母换个大房子。 贾乃亮妈妈道出真相,当时听到妈妈说话的贾乃亮眼含泪光,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,想必她这么多年在娱乐圈的打拼很不容易。 而亮妈妈说的这些话,道出了贾乃亮这次买房的真相,看来乃爸真的很孝顺啊。 大丈夫一言九鼎,当年给父母的承诺,现在都兑现了。